张贵妃告诉晋王说 这个毒害皇子的罪亏祸首 白婷婷已经来到了建康城了 他此行一定是要来救这个楚北节力 隔日这晋国的街头就已经贴出了告示 说明当日的午时将要在皇宫内除斩这个楚北节 那在宏福客栈中的白婷婷听到了这个消息 是心机如焚 而且这个晋王为了怕士兵动乱 还在刑场上就派了重兵镇守 而上将军则已他们只带了120名的士兵 若是想要救人这样的人手根本就不够 于是乎白婷婷就飞剑传束给了楚默然 希望默然能够配合自己闯入宫内救出楚北节 白婷婷就画了张设计图纸 请上将军则已和他的将士们一起帮忙制作竹渊 竹渊也就是风筝 准备到时候就飞入门禁森严的晋国皇宫内救人 但是白婷婷见得楚默然之后 白婷婷就告诉上将军则已说 明日的计划取消了 他说竹渊虽然可以飞入皇宫 但是却不能反向飞出 就算他们能救下楚北节 杀了晋王也逃不过晋卫军的重重包围 所以这个强公是下下之策 况且上将军则已他们千里一条条 护送自己来到了晋国 他实在是有这个责任 要让他们能够活着回去 这日到了楚决楚北节的日子 白婷婷竟然自己独自就架了这个竹渊 也就是风筝飞入了晋国的皇宫去 他就对这个晋王说了 我今日前来就已经是报定了必死之心 但即使有滔天的罪孽 任由陛下您千刀万剐 也只求获至于此 不要再牵累这些忠诚善良的人 司马虹见到白婷婷 一时愤怒之下就赏旗 鞭刑 就是拿鞭子 就是拷打这个白婷婷 这白婷婷就用自己的心血 当便写下了血书 写了些什么呢 责财 致用不成 戒备 好了 这个晋王一看白婷婷用自己的纤写 写下了这几个字 突然在心中 就有些疑惑 猜想 这个白婷婷现在所写的 应该就是传说中 他白家家传的五侯兵法 这白婷婷又说到了 说有求于君 自然不敢空手而来 这意思就是说 他此番来 既有求于陛下 也就是要放了这个储备节 当然就不敢空手而来 自然是愿意将 莫被在心中的家传的五侯兵书 要全部释出奉献给晋王 那魏当然就是只求能够换得 这个晋北王的平安 可是 司马红也就是晋王说到 说你这个白婷婷为你太小看 我了 我一直要杀了 就只有你白婷婷 让这个晋王在王座上坐立不安的 并不是储备节 而就是你白婷婷 但晋王的要求是 你白婷婷必须死在储备节的剑下 好了 这个储备节 还白婷婷 两人就刚朝对决 他问白婷婷 这制毒之人 何谓大梁制定退敌之计的人 可是你白婷婷全都承认 但是储备节又问 这下令毒杀两位皇子的人 是否也是你呢 这白婷婷虽然觉得委屈 但也还是承认的 好了 那储备节一听 当场就拔剑刺向了白婷婷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则已也就是上将军 突然就飞升入殿 阻止了储备节 我想也是奇怪 那他到底是怎么闯进进宫 然后又能够飞升入殿 难道这个晋国的皇宫 都没有一点防备吗 好了 反正不管 反正这个则已 就已经是飞升入殿了 然后就阻止了储备节 那眼看了这个失去理智的储备节 就要伤及则已的性命 于是乎 这白婷婷就奋不顾身体 冲上前去 瞬间 这储备节的剑 竟就穿透了白婷婷的身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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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